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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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们小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前阵子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它讲的是一个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逆致了 她从来没想过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我妈特别爱看 看了人来又说学学人家这么严重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还是不够严重 他的毛都太可怕了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这个角色呢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在一个小房间 看二十多个小孩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啊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会不会太严重啊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 哎呀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学你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听有一种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因为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模仿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呀 我真的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检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孕禅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享单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寄了机场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再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罚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稠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来旅游的 来旅游那你有钱吗 这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旅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 我特别想演那种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哼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 就是大的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你别动 你再动 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各位好 我小家 又是新的一点 我去年参加节目收到了很多诗信 但我自己最不喜欢的一条是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给你开了一扇窗 你想想门和窗盒一样吗 开都开了 为什么不给我开个后门呢 对吧 普通人走出去是要从门走 我出去要爬窗 而且我爬窗真的方便吗 其实我身体的这种特质给我带来很多困扰 我前不久去酒吧喝酒 对 我也会喝酒了 好吗 那个酒吧有个活动是 交了钱之后可以一直喝 我喝完第一杯想去续杯 那个服务员说 你不能再喝了 我听你声音感觉已经喝多了 太痛了 太痛了 虽然一年里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但我觉得现在媒体啊 很会制造一些舆论的导向 我前不久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 他问我 他说 你的身体缺陷和你说脱口秀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身体缺陷又不是说脱口秀造成了 太逗了 难道是不好笑被观众打残的啊 结果那个文章标题出来是 乐观小伙 靠身体缺缺 增上脱口秀大会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最夸张后面有个略带挑衅的 你可以吗 太动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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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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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音太可爱了 我打开脚了 而且很多媒体采访我的问题 都一模一样 我有天实在不耐烦 我就让那个记者问完我第一个问题 我把所有他想知道的都回答给他 我说对对对 我的人生很特别 我还被狗咬过 狗咬我我都不哭的 我超乐观的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个记者先是一眼差异 然后露出一丝微笑 他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写的 我说该不会是乐观长长小伙上节目 你可以吗 他愣了一下 他说你这个比我好 而且很多问题 在媒体的心里 他已经有了标准化的回答 但我想更真实一点 那天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你参加节目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 我说赚到钱 他说你要不要重新回答 我说不用 就是赚到钱 你可以吗 你可以吗 好 虽然很嚣张 那后面文章内容是说 小佳参加节目收获了他一生的财富 我特别理解媒体报道有时候需要上价值 但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调侃我 甚至可以这样写我 比如说脱口秀演员小佳 有先天的身体缺陷 但实地看 感觉是装的 他喝完酒之后 健步如辉 甚至还会唱Rap 他说参加节目最大的收获 是赚到钱 语气相当轻蔑 感觉赚的还挺多的 说回来 我真的很感谢这些媒体 因为他们就是为我开窗的人 但是门后面的我 是更加真实有趣的我 我特别期待有一天 我的人设崩塌 我相信更多人会喜欢我 到时候我可以骄傲说一句 你可以吗 谢谢 太厉害了 好棒啊 其实今天我听到 其他先不会 听到结构最完整 最巧的一篇了 对 而且自己用的又特别的靠谱 然后娜姐玩的命的时候 拍 必须拍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想澄清一下 也没有赚很多钱 这个你澄清没有用 我帮你澄清 确实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这一年说真的就是 我感觉我做了更多的演出 然后我自己会更加自信 对 然后去年说 我代表了一些人 今年我想做的是 把自己当成一束光 带着所有像我一样的人 往前走 喝酒那番的时候 就我已经就崩溃了 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笑看人生 而且刚才从头到尾 我真的是迷恋你说的每一段 谢谢娜姐 谢谢 对 人生就应该都像你这样 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她不煽情 然后已经让你 就刚才喝醉酒 那个 然后还有你可以吗 我觉得那个很厉害 嗯 谢谢 就简单 乐观 还有非常高超的喜剧技巧 对 设计的还是非常厉害的 哦 谢谢 谢谢 真的 谢谢 好想向你学习 因为小佳每次演的头两个段子 每次都是 现场的观众还是不太敢笑的 对 然后慢慢的小佳用他的豁达和放松 让大家都放松下来 非常的感谢 我也希望呢 我们可以进化到 可以调侃你的地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等一会儿天花板升起来的时候 可站稳 让我们恭喜小佳 获得四当 成功去剧 生上天花板 小佳太可爱了 我真喜欢唱今年的段子 他去年段子其实是有一点点成功的 今年就完全没了 他自己把它削解得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小佳 最聊的是糖尔卷 很多人从找工作便室就开始卷了 我第一次去参加便室的时候 和三个人坐完那个便室等下去 他们都很照顾我 东西掉了就帮我捡 我觉得好温暖啊 后来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公司的第一道考验 专门测试人性的 但自从入职效果之后 就没有这个环绕 大家都会开我玩笑 那天有个演员给我发微信 他说我们家猫最近腿受伤了 走路好像没有 他说这种话不能在台上说 会被网罢 我说你咋知道台下就不会 蛤 几蛋 他也不怕 我还回到他 我说你这样讲我好难受啊 然后很开心的把聊天记录截图了 我是一个对工作特别卷的人 但最近很想摆烂 因为公司的宣传部门 让我拍一些美好生活的Blog视频 他说要让大家觉得我很凉光 我说怎么 我的Blog是天气播报吗 我是小家今天很凉光 而且要天天拍 天天阳光 今年天气这么热 该不会就是我太阳光了吧 真的 今天效果实行一个OKR考核制度 美好生活就是我的OKR 没有完成要被扣工资 扣完工资还要营造美好生活 怎么营造 我是小家 昨天被扣工资了 我好开心呀 而且很多东西 一到镜头面前就变得特别设计 我单纯起床微笑 深喊掉就拍了26次 你想想 谁起床会微笑啊 闹钟一响你就笑 多恐怖啊 一般人也不会端着咖啡 在办公室窗户变田欣赏风景 看什么 另外一栋楼的空调外机吗 他们说全职比肉脖某主 都是这样拍的 我说但凡他们找个班上 你就不能拍些我的真实生活吗 一个邋遢的小家 穷困聊到 正在上传一段聊天记录 但是有时候该捡的时候 却没机会捡 虽然我的很多演员同事们 都接到了所谓的商务广告 但我一个都没有 我就去找领导 领导说你有社会价值 不可衡量的那种 我说那我也想被衡量衡量 上次去录一档节目 然后节目组给其他嘉宾拍那个喝能量饮料画面时 我都惨死了 他们能喝我就不能喝吗 我的人生没有比那一刻更需要能量啊 我朋友还安慰我说 但你录节目也挣到钱 我说我不但要挣钱 我还要挣能量 其实很多品牌王不敢找我 是怕消费我 但他们不消费我 我拿什么消费啊 我觉得品牌王大可不必有这种顾虑 没有人会因为小家给什么婚纱女拍做广告 从此就不结婚了吧 大家该去哪拍还去哪拍 拍完该离婚还是会离婚 我至少不会他皇对吧 短时间内不会 都说我天天阳光啊 为什么不给我个什么太阳能的广告 对吧 地球人类是一家节能减排 靠小家 我其实就是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跟公司说我可以不要钱 公司说你都不要钱 那自胜广资他们怎么好意思呀 最后呢 我希望甲方爸爸能够给我一个卷的机会 我平滑努力 性格细腻还不挑剔 如果这都不行 我就 我就躺下给你看 谢谢各位 我好 我 位 还